虽然说,这个世界离开了谁,地球照样转,但事实上,这个世界已离不开美国,也将越来越离不开中国,中美之间的比较,博弈,将是未来世界吸粉最多的主题,11月8日美国,10日中国各自公布,了一组靓丽的数据,但如果将其放在一起比较一下,发掘一番,你会发现背后惊人的真相。 1923亿,而且是美元,这就是美国特朗普,在大肆宣扬自己政绩时,公布的美国,2018财年,对外军售取得的成绩,578亿,也是美元,这是中国官方公布的世界上,第一个国际进口博览会签订的成交额。 一,说美国强,中国大,真不是吹的。1923亿美元,到底有多少,我们不妨做几个比较。 这将近中国一年的军费开销,差不多是俄罗斯这个军事强国军被开销的五倍,也就是美国一年卖武器的钱,就能供解放军养一年,供俄军养五年。 这约和人民币1.35万亿,超过了新西兰全年的GDP,在全世界可以排到第50名,和我国山西省的GDP差不多,也就是新西兰这样一个发达富裕的国家,全国人民一年拼了命的干,不吃不喝,也买不起美国卖出的武器。 这比牛得不行的马云搞个双十一卖了2000多亿人民币还要多出五倍多,马云搞了十年的双十一活动,卖一千多万种商品,还不如特朗普一年,就卖武器一种商品赚得多,做生意,马云已经厉害的不要不要了。 但和特朗普这个总统商人比起来,还真差那么一截。 这比美国2017年对华货物出口总额,还要多600多亿美元,这占到美国全年货物出口的10%,差不多是美国全年军费开销的30%, 也就是说美国与外国做生意赚10块钱,就有一块是买军火赚的,建设美军花100块钱,有30块就可以通过买军火赚回来。 这笔钱,如果用来修高速公路修高铁,可以修一万多公里长,修六条金广线,如果用来扶贫,可以让十多个西藏不干活,就能直接飞奔到小康,如果用到太空开发上,可以来回往返月球100次。 而中国首届国际进播会,签订的578亿美元干了什么呢? 仅仅6天时间,给全世界172个国家、地区和国际组织,在美国贸易战英云的笼罩下,送来了最暖的阳光,给他们提振经贸打了一针最猛的强心剂,帮助全球3600多家企业,卖出了产品,开拓了市场,连德国200多吨,号称世界上最重的产品, 也不用再花钱运回去了,直接被中国人买了,帮助超过40万名境内外采购商前来买买买,让他们满载而归。 显然,一个在卖武器,送给世界人民的是恶斗的凶器和战争的风险,一个在做生意,带给世界人民的是合作的红利和和平的希望。 二,钱,钱,钱,为了钱,特朗普还真是什么都敢干,什么都敢卖。武器,杀人用的东西,上帝说这是万人的凶器,佛说这是屠刀,但在特朗普眼里,这是最赚钱的金额大。 特朗普商人思维之国,决定了他千方百计想多做点买卖,但点燃贸易战折腾一分后,发现想多卖点高科技产品,有欧日竞争,中国势头也很猛,并正在推进装备,2025规划。 不好整,想多卖点制造业产品,但中国已是最大的制造国,要实体经济回归,变成一厢情愿,想多卖点石油,心思会议和协议,让别人少卖点,以为都会去买它的,但中国等国不但照买不误,还减少了买美国的。 更可悲的是,美国还得制裁是护免这些国家,想多卖点能源和粮食,但普京大帝告诉特朗普,我比你更地大乌博,想多印点钞票多卖点美元,但又害怕加重金融危机。 特朗普高兴的发现,还是军火生意最靠谱,利润高,还是多卖点武器装备,要不然他夸下的海口要提高GDP增速,怎么实现得了呢? 还想干下任总统的梦想,不就慌了吗?于是乎,目标明确后,特朗普什么招都来了。 首先,想到的是中国人做生意太厉害了,得向他们好好学习,赶快像我们的国务院一样,简化出口程序,合并同类手续。 美国白宫那些拍马屁的说,美对外军售的增长归功于特朗普今年4月,出台了一项新的常规武器转让政策。 该政策旨在让美国以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安全利益为由,简化对外出售常规武器的流程,加快军售速度。 其次,想到的是我这么多小兄弟,你买也得买,不买也得买,充分利用霸权压别人买。 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说,美国官员将这一增长归因于特朗普政府对来自欧盟、韩国和日本的盟友进行施压,要求他们为本国支付更多防御费用。 作为习美国第一政策的一部分,随着盟友增加自己的国防预算,他们有更多的资源购买我们的设备。 所以更能理解,美国为什么那么急于押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了,一套整个办下来的十亿美元,为什么那么押日本放弃自己研制第五代战机,直接卖F-35给日本,一架都是上亿美元。 为什么那么压北约国家提高防务费,是为了好买美国的武器,因为欧洲国家生产,不了最先进的战机和军舰。 再就是,只要买我的武器,不管它是杀人还是越货,沙特以美国华盛顿记者恰书吉,在土耳其领事馆被杀肢解后,世界舆论对特朗普政府会不会制裁沙特有很高的预期,可特朗普干脆利落得很,直接说, 沙特跟我签了1100亿美元的武器购买订单,这么大的生意不要,我就是傻瓜,这也太直白了,根据美国国务院提供的数据,仅沙特购买的滨海战斗舰,及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,就高达81亿美元。 还有,关它什么国际规则条约,谁挡我生财的倒,我就背了谁,前不久,世界舆论都在炒作特朗普退中导条约的事,各种分析都有,除了那些高大上的战略人因外,还有一个最朴素的理由,那就是有利于它向欧洲卖武器装备,美退了这个条约,欧洲和俄罗斯的战略平衡 就会被打破,为了弥补与俄罗斯的差距维护安全,就不得不部署中程导弹,而这些都得靠从美国买。特朗普的算盘惊得很,就是要制造适当的欧俄安全态势紧张和竞争,一方面可以拖垮俄罗斯,另一方面,可以让欧洲买更多武器。 正如特朗普针对法国总统说,要建立欧洲联合军事力量所发的务一样,要你提高防务费,不是要你脱离我老大的涨薪,而是要你多交安全保护,费和买更多的武器。 在军火销售上,特朗普可谓花了不少心思,不仅对外加大兜售力度,对内缓简化审批流程,美国2018财年军火生意特别火,整个增长了13%,特别要强调的是,其中政府主导的军售额,从2017财年的419.3亿美元,增至556.6亿美元,增长约33。 3.乱、乱、乱,越乱特朗普感觉越能从中牟利。 打贸易战,频繁退群,特朗普就是想凭借还具有的超强实力,把世界搞得乱乱的,再按照美国优先的原则,重构世界秩序,大捞好处,其军售的打法也同出一辙。 1.是会加速世界军备竞赛,美国将武器卖给张三,跟张三有点过节的李四,肯定会前方百计搞武器,甚至旁边的王二麻子也会囤点军火,一代急需石油家货用。 2.但这会给那些家底部殷实的国家如朝鲜、东南亚、南亚、中东欧国家,包括俄罗斯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,同时会造成这些地方动乱不安。 2.会纵容一些国家铤而走险,重回军国主义老路。 2.战前,日本已在亚洲到处侵略,但那时美国人和现在的特朗普一样,只过赚钱,一直和日本做着军火生意,或与其相关的生意,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。 3.要不然小日本哪那么容易占领东北,打进华北。 日本首相安倍是军国主义投资的后人,现在一直在谋求修改和平宪法,特朗普如果还继续加大卖千金武器给他,将极大鼓励又义分子做大,危险,危险。 3.是特朗普会特别针对中国,卖军火给有些不知死活的国家和地区,特朗普以赤裸裸地把中国定为战略对手。 4.其他招都使了,都不管用,就剩下战争这最后一手了。 5.今年美已修改了对台军售方案,如果没判断错的话,明年它将大大加大对台军售力度,这将严重威胁我统一大业。 5.美还会加大对越南、印度的军售,会专门挑选一些克我的装备,如潜艇、无人机、中程导弹,使我面临直接军事压力。 1.等会. 1.等会. 2 vict Ś 6.1 2 光洪